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要捏的模拟小人呢 是INFP性格的调停者 那INFP性格的Celebrities 他有Bjork 还有一个叫Alicia Keys 那我就是根据他们两个人的Vibe 然后再来创建我现在的这一个模拟小人的一个角色 当然不会完全是相同的 但是我会把他们的感觉给捏出来 调停者他们说看上去是比较谦虚的 并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的感觉 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活力充满激情 那这一部分就是要从他们的外表上体现出来 他们有富有强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脑海中会编造各种的故事 调停者可以对音乐 艺术 自然和周围的人产生深刻的情感反应 他们也特别的善解人意 那善解人意的这一部分 我会从他们的美语之间给体现出来 然后他们渴望建立深厚和深情的关系 他们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人 调停者有可能会感到孤独或者被忽视 在一个似乎不欣赏他们的独一无二特质的世界里漂泊 调停者对人心的深处有着切实的好奇心 他们有遗情的天赋 那我们这个磨捏小人就要捏的看上去 他的脸部的一个vibe是一定要给人感觉是亲切的 是好接触的 并没有那么的要平易近人 就是不要给人感觉很有距离感 他们说没有什么比假装自己不是调停者 更令人不安了 凭借他们的敏感性和对真实性的承诺 具有这种个性类型的人 往往渴望创造性的自我表达机会 那么就是创造性 创造性也是一个keyword 创造性可以从他们的服饰 makeup还有tattoo上面可以体现 包括发型也是 但是整体来说 这些元素就是一定要适合这个磨捏小人的一个扮相 我觉得我现在念的这个磨捏小人 有点酷酷的感觉 就是有自己的个性 同时是一个非常照顾别人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首饰一些美甲 还有一些piercing 就一定要加上 我觉得尤其像这种类型的肤色的人 带银色的一些饰品会比较好看吧 看人吧 就是我今天会选比较冷色调的 那发型的部分 我可能会选择 基本上会选择颜色比较出挑的那一种 但是要 但是也要看发型了 那眼影的颜色和发色 如果是相近的话 相配的话是最好的 我很喜欢给磨捏小人戴眼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磨捏小人都适合戴眼镜 我还是觉得我缺少了很多mod 那我觉得我在以后的捏小人的过程中 会加入更多的一个模组 因为我玩那个模拟人生才一个月嘛 满打满算才一个多月 不一个月 一个月都不到 那tattoo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可以体现出 怎么说呢 体现出他们有个性 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火力 他们是富有创造力 想象力的这么一个人 那我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磨捏小人 打造成一种音乐人和艺术家 类似的一些人设 那我看了很多一些关于 Alicia还有那个Bjorg的一些照片嘛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觉 确实是有点独树一致的 哎呦这颜色 哎呦这个脸色 找一个 这个好看啊 这个跟身体颜色比较相近 而且很接地气哦 这张脸 就是这个皮肤的details 就很真实 有没有 就是有点雀斑啊 有点瑕疵啊 但是这种瑕疵 往往体现出一个真实的美感 是因为它的肤色和发色 都是比较深色的嘛 所以 嗯 它们的眼球形 我就想选择 就是比较浅的一些 一些色调 我们来到衣服的部分 不能够太夸张 不能够太性感 但是要适合它们 也要体现出 它们是有个性的 体现出它们有自己的 一个想法 那运动服呢 我就想可以 怎么说呢 可以少加一点装饰品吧 但是好像像我这种人 不加点装饰品 就感觉不舒服的样子 就捏到现在吧 我觉得这个小人 有点像 阿丽西亚的一个vibe 在那里 这一套浅色的服装 是晚上穿的 在家里面 就是非常的舒适悠闲的感觉 其实这个小人捏的侧面 侧脸还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 这个发型我喜欢 适合它 就是有点干练的感觉 我觉得 RMFP性格的女性 不会让人感觉 特别特别的嫂媚 特别特别的女性化 但是会让别人记住它 眼影的部分 其实我没有找到 适合它的一个 最最准确的 我脑海里面想出的 那个眼影 我可能要去再搜索一下 其他的mod 这件上衣好看 我觉得这件上衣 我选的真的很适合它 我发现我好喜欢 这种类型的裙子 它这张脸有没有感觉 就是让你感觉 它是几具富有同理心的人 就是给你看到 它这张脸 你就想跟它倾诉的那种冲动 你看就算那种 Tattoo啊 然后Piercing这么多 对吧 但是它看上去也是有 有那种拼一惊人的感觉 还是说这是我自己的想象 你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 这个发型是原本 EA里面就自带的 我还蛮喜欢这个发型的 它放在那里就不怎么好看 但其实 但其实就是 真的放在小人身上 我觉得 还挺合适的 我会选点就是 比较不太一样的颜色 因为肤色黑的 就比较适合 初挑的 荧光类型的那种颜色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再加上 它本身是个音乐人 艺术家的话 那就 你知道我们就更加的 喜欢那种 比较有艺术感的风格 哇 这个长同学 我就选这个了 其实那个 这个绿色的头发 这个荧光绿色头发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很喜欢 但是呢 就有点太过了吧 那调天者就是喜欢照顾家里啊 然后 他们对很多的一些事物 颜色 都抱有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吧 那我会让他喜欢的东西 会比较多一点 那他的名字叫Lena 那他将会跟之前的小人一起住在一起 OK 看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马上就要结束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然后多多点赞 转发 评论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